字幕志愿者 这次中秋廉假花莲各地 用入大量游客引发乱象 当时撞到富人的轿车驾驶 行进复兴街上知名炸弹 葱油饼店 为了闪避马路 两侧排队人龙 才会朝准备牵车离开的 富人直撞 害他倒地受伤 葱油饼炸得金黄酥脆 店员的手都没停过 门口满满都是人 这样的盛况也出现在各需景点 新天堂乐园停车场停好停满 室内外都挤满游客 一窝蜂抢着拍照打卡 那我那个雪碎前面都一直塞车 然后再走苏花公路这样 所以你们大概开了多少 开了 我印象应该快六个小时 车辆一辆接着一辆 这次中秋廉假 经过苏花改进入花莲 每天预估超过七万辆车 警方启动车排辨识系统 进行监测 只要苏花改河人及人水隧道 每15分钟车辆达200辆 旗客透过灯号进行管控 让花莲市区的交通不打劫 三讯的旅业红亭花莲保重